穷学生交不起三百块的房租 却直接买了件上万美元的裙子 而这些钱竟是他磕头磕出来的 但不是给人磕 而是给一只猫 原来小夕在国外一家美容院勤工俭学 这天店里突然闯进一只猫 小夕便想把猫抱出去 却不想被猫挠破了脸 他只是抱怨了一句 便将猫丢在椅子上 这本来没啥对吧 但猫主人却不愿意了 说小夕冒犯了自己的猫 小夕赶忙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 但猫主人却不耐烦的 将抹布扔在他的脸上 吵闹声惊动了经理 经理一看猫主人 是本地有名的千金大小姐 扭头就训斥小夕不懂规矩 小夕连连鞠躬道歉 但大小姐却说 你冒犯的是我的心肝宝贝 又不是我 说着竟直接让小夕跪下给猫磕头 而小夕为了保住工作 只能跪下给猫道歉 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字 小夕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有钱人 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就又被大小姐喊 原来在刚才的聊天中 大小姐都知小夕 对动物的毛发过敏 便叫她来给猫按摩 大小姐似乎很享受 小夕逆来顺受的样子 要她周末给自己做 但小夕周末已经约了别的客人 见小夕不愿意 大小姐直接掏出一大钞票 扔在地上 她一边让小夕捡钱 一边让小夕不用感谢自己 而小夕则默默捡起了钱 谁让她只是个穷学生 在回家的路上 小夕无意间看到了一件裙子 便想试一下裙子是否浮身 但店员看了看小夕的装扮 却说衣服很贵 她根本买不起 而小夕作为穷人的自尊心 一下就被击了出来 她直接拿出那打钞票 扔了出去 让店员把裙子包住 可还没来得及臭美 她就被房东堵在出租屋里 推她交房租 小夕吓得不敢发出声响 生怕房东知道她在里面 她马上打电话给国内的老爸 让她打钱过来 但老爸却说没钱了 小夕则不耐烦地说老爸无能 逼她想办法 原来啊 他们并不是亲生父母 男人只是她的继父 而继父也确实没钱了 她本就不多的收入 都给小夕的亲妈子 但最终也没能救下小夕的母亲 而小夕一直认为母亲的死 是继父造成的 但就是这么个没用的继父 后来却用命 帮小夕成为了有钱人 时间很快就到了周末 小夕如约来到了大小姐的豪宅 但大小姐此时正在欺负女人 吓得小夕赶紧逼上毛巾 好在她手艺不错 引得大小姐连连夸赞 大小姐提议让她 做自己的专属化妆师 但小夕以学业为由拒绝了 大小姐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让小夕帮忙 把钻石项链放到手势盒里 而小夕在放项链的时候 忍不住对着镜子试了一下 感叹自己戴上去更漂亮 可就在她要离开豪宅的时候 大小姐却叫住了她 说小夕偷了钻石项链 并且不由分说的 让手下去收她的身体 而当小夕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家 就接到了被辞退的电话 她从经理的口中 店里不会聘用一个贼来工作 小夕瞬间明白了 一切都是大小姐搞的 而经理根本不听小夕的解释 因为大小姐是她惹不起的人 小夕内心的愤怒 在这一刻彻底被点拦 她破窗而入 直接来到大小姐的好歹 那条钻石项链 赫然就在大小姐的手里 而她仅仅是因为无聊 就这样欺负老师人 小夕反手就给了大小姐一巴掌 而大小姐也不示弱 和小夕扭打在一起 正在这时 猫咪碰搞了一只花瓶 而花瓶正巧 砸在大小姐的口上 小夕眼见大小姐被砸得头破血流 吓得赶紧逃回了出租屋 很快小夕就被警察叫去调查 旁边的女佣也一口咬定 是小夕打晕的大小姐 好在她们并没有证据 但当小夕从警局出来的时候 却被其中一个女佣叫住了 她拍下了小夕破窗而入的照片 而她的要求也很简单 就是让小夕在三天之内 准备一千万的封口费 否则就让小夕坐穿牢底 可小夕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 受到威胁的小夕 收拾行李嘴被跑路 可那个女佣却威胁她 敢一走了之的话 就把证据发给警察 和大小姐的父母 看来她是吃定了小夕 心烦意乱之下 小夕将电话打给了男友小开 而从小开的口中 韩国最大的化妆品 想花巨资 收购她的研究成果 小夕瞬间来的精彩 但当听到男友 并不想将自己 研究五年的心血卖掉 打算自己做的事 不知道小夕已经不是 从前那个单纯善良的女孩了 此时小夕脑子里 闪现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她当天便回到了韩国 而面对前来接机的 继父和妹妹 小夕只是冷漠的 拿过继父手上的钱 但这点钱 根本解决不了小夕的困境 当晚她就悄悄潜入 男友的农房 想找到研究成果 但却被男友逮个正早 那她在为了 可美 我是 我不 。 是 God 你 很 傲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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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